你们走了多少年了 到现在为止三年 这一路奔波有很多沿途的记忆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我的这个手机地图上面 记录着真实的记录 我的行车轨迹 然后像西北那一块没有信号 它GPS记录不了的 就是空的 然后我到那里突然 叭记一个点出来 因为那里有信号了 已经走完了吗这个星星 没有走完 那现在还在走吗 现在也不是在走 我们在西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Need to be strong, every breath hold Cause I can't move on till I let go I feel so lost, never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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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它就算是要死的话 也不会死在医院里 我们要死就一定会 在旅行途中 在路上 在路上 你们谁说心愿 他说吧,他说吧 我说 你来说,赖铭,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 为陆瑶居募集装修机 好 路遥居是什么 是我们在西安 自己亲手建的一个房子 然后我在新疆怀孕的时候 我给那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 叫路遥 以我们孩子的名字 去命名的一个小房子 需要多少钱多少钱 2万多吧 有多大 60平方 然后上下两层 就这个是吧 不错呀 好漂亮 这谁搭的呀 你搭的啊 这个是我搭的 然后我和我们的伙伴 就是沿途上的各种朋友 就一砖一码这个弄上去的 然后做木头的话也没钱 然后我就想着做彩缸的上面 然后把木板糊上去 这是竹面啊 对 然后做出来像一个竹楼一样的 很简单的状行 想必四个人听了之后 也会有很多的感受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 对应于你们故事的灵情 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成员呢 身体健康 有工作 去尽最大的努力呢 去赚钱和积累财富 但是他们把不离不弃 陪伴和活出自己的心情 去出行 去旅游 这个也确实值得有困难的人呢 去学习 我们长存康达医院 潜肥基地呢 愿意助理你们圆梦 谢谢 你们用自己的方式 找到了自己心里最想要的 生活的一种状态 然后也让自己的内心很幸福 所以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 愿意助理你们圆梦 赖敏她有一个就像天使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笑容 然后这个像天使一样的女孩呢 其实给我们示范了一个教科书版本的 怎么样把橄榄枝抛向你喜欢的男生 你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然后向她展示出你需要帮助的那一面 所以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是 你们幸福的模样 所以我们云朗文化也非常愿意 在你们的幸福上给点助力 希望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快乐 六人游定制旅行 愿意支持所有跟旅行相关的梦想 所以说六人游也愿意 为你们的幸福计划添砖加瓦 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生命的长度 想长寿啊 其实不如说我们把有限的生命 去追求生命的质量 而你们俩恰恰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幸福马上就要出发 马上就要去做 而不要等待 谢谢 谢谢 希望路遥居之后 还能够传播更多的浪漫故事 谢谢 也希望赖米始终保持笑容 也希望更多的人 在你们的故事当中 得到对生活更多的理解 谢谢两位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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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